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场婚庆行业的巅峰对决 这里是梦想和将心的舞台 这里是残忆和激情的秀场 晚餐 童馨节 我做的 好可爱啊 连心的虾 我又吃了两个酒 我天哪 就选她了 人生怕不把回赢 因声音节语 为幸福发生 让我们再度回眸 新采分成的第二届婚礼进化统 突围赛 加油喜事就喝金事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 金事元酒夜冠名播出的 原来有爱婚礼进化统 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加油喜事就喝金事元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金事元酒夜 冠名播出的 原来有爱 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婚礼进化统 评委将根据屏幕上的提示 我们的标签 选出相应的对手进行跟台表演 我们的选手将进行五分钟的 自选主持秀 以及三分钟的才艺展示 表演结束之后 我们的三位评委将给他们进行亮灯 两盏或两盏以上即为晋级 否则将会淘汰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我其实觉得这个 涅槃这个词不是一般谁都能用的 对 凤凰才能涅槃 是 王牌这个词也不是随便谁都能用的 归来 什么样的人才能归来 口气不小啊 是的 感觉有故事啊 对 欲强则强 吴老师觉得你看在婚禁主持界 谁敢跟我称王牌 哎 今天这人胆子挺大啊 还叫涅槃归来的王牌 真是 他敢这么说呢 说明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有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啊 不管自己能力怎么样 上台以后啊 那份自信是要有的 就是 要看着一百桌的那位 都能看到自己 就得有这样的自信 对不对 好 来看一看这位涅槃归来的王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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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结了来宾朋友 首先非常感谢 这对新人对于我的信任 同样也特别的荣幸 能和大家一起来见证 新郎新娘他们的婚礼 其实在之前 新郎给我发了一段 他们恋爱的经过 新郎说在2016年的春天 他们在加拿大多伦多这所城市 上演了一幕 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遇见了对的人 并收获爱情的片段 那么在之后呢 他们又一起选择裸词回国 现在一个在上海 一个在北京 虽然是分割两地 但是我觉得并没有影响到 他们的感情 因为现在的他们 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也在共同的努力 为今后那个美好的生活 所打拼 也许就像是一杯热奶茶 虽然能够在冷冬里 给我们带来温暖 但糖多了会腻 少了则无味 一切都是这么的恰到好处 所以现在听完这段故事的各位 能够送上您恰到好处的掌声 祝福好吗 谢谢 田长青 我记得你 在华安赛区海选的时候 对 我觉得长青的声音挺好听的 而且形象也特别的帅 也很可爱 好像你还有两颗小虎牙 那么我想对你提一个 比较高的要求 就是这一段 这个开场白 现在显得平了一些 你可能想往温情上走 但是可能这个度没有掌握好 现在就像一杯温水 我希望就是能够 私宜主持 我觉得婚礼的私宜主持 他应该是上场前 是先把自己点燃 你的精气神饱满 你才能够点燃全场 哪怕你的开场白 是一个温情的讲述 但是这个温情的讲述 它一定是有温度的 这个温度来自于 你内心的热情 去年的成绩是多少来着 60强 60强 对 我们刚做私宜的时候 就没有现在这么好的 一个平台和机会 那个时候我要是一出道 就有像你这样 能进60强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 发展更大一些 今天来其实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相互学习 去年成绩真的无所谓的 然后今年来 有没有带来一些新的才艺 今年带来一段歌曲 唱一唱 好 来吧 如果有一天 我回到从前 回到最远时的我 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 如果有一天 我离你遥远 不能再和你相约 你是否会发觉 我已经说抱歉 当你的眼睛 当你的眼睛 迷着笑 当你喝客了 当你骄傲 我想对你好 你从来不知道 想你 想你 也能成为试号 当你说今天的烦恼 当你说眼神你睡不着 我想对你说 却害怕都说错 好喜欢你 知不知道 谢谢 像我想问一下丹丹 如果真的是在婚礼现场 我们要选择一位司仪的话 像这样一位司仪 能达到你的标准吗 我觉得她非常能达到 我的标准 虽然我没有办过婚礼 因为她刚才唱那首歌 好让我心动 谢谢 谢谢 是因为歌声选择 对 就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 这就是市场的声音 这是消费者的声音 客户的满意最重要 好吗 我们来看一看 你今年的成绩 来 期待一下 恭喜 全票通过 恭喜 长青 恭喜 晋级 好 我们继续来挑选标签 看一看两位老师 这次想选哪一个 周老师 对 因为我也是做妈妈的 我想选妈妈的逆袭 妈妈的逆袭 没问题吧 胡老师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这轮先看一下 妈妈的逆袭到底是哪一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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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和大家相聚一团 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新婚圣连 这里是张涛 李洛他们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新婚仪式现场 其实我相信每一对甜蜜的爱人他们都有一个开始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许是晚风中的回眸一笑 也许是人生中的一次坎坎 那么在这一刻我相信他们的历练一定要走到最后 到最后留下的才是风景 所以今天舞台上的主角 他们从相识到相知到相恋到能够走进婚姻 走进这神圣的舞台 那么此刻就让我带领大家走进他们的爱情故事 走进他们属于他们最幸福的瞬间 更希望现场所有来宾能够伸出你的双手 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今天舞台上的男主角张涛 有请 张涛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 开场白结束了是吗 谢谢 今天其实参赛不重要 我就想享受一下这个舞台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今年五十岁 唐大姐 对 这来自哪里 家在哪里 我老家是湖北的 然后我老公家是咱们徐州配向的 今天我想我自信地给平英老师说一句 我就是今天全场的亮点 为您的这份自信点赞 唐大姐 您之前从事什么工作呀 不瞒您说 之前做过建筑工 办过养殖场 做过一些小小的生意 其实我在这个坎坷的人生当中 有一句话 就是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要感谢一个人 他就是我的老师 昨天在就是我上这来的时候 他就是突然之间 我准备出发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住了医院 然后在这个时候 他还在说 同学们 加油 加油 不再去参赛 你只要登上舞台 你就是亮点 所以说我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 王林老师 您辛苦了 唐大姐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我在村里 家里亲戚或者什么人办事的时候 我经常能够看到像您这样 岁数可能略微大一些 扎根在基层一线 而且真的是为乡里乡亲 忙前忙后 可能有的时候都不图什么钱 电视机前真的最少有一千万人 可能咱们农村的乡里乡亲 都在支持着他 他代表的可能是这样的感情 这是因为昨天出发的时候 老师已经住进了医院 在我就是拉着行李箱准备走的时候 他还在说 那个时候疼得已经不会说话 已经没有力气 这是真实的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钦佩唐大姐的这种 在生活的道路上 不断往前 为自己的梦想 去追求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其实我觉得 只要有梦想 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对吧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挨家挨户 去挨 今天你儿子结婚 你要不要我去给你帮帮忙 我是纯粹做公益做出来的 就是热心大姐的这样 就这样 电视机前您的乡亲们 看到这个时候会觉得 不一样 今天好看 他们一定会这样说 唐大姐的故事 特别接地气 也特别感动我们 在五十岁这样的年纪 我们依然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大大方方地做自己 不为别的 只为自己的梦想 今天来到舞台上 也感受到你的快乐了 那接下来呢 我想再享受一下 评委老师的掌声 好 来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你的成绩 好吗 来 恭喜你晋级了 唐大姐 我觉得这个牌 得让胡老师给您搬 真的是代表了乡亲们的选择 真的是 老师我做到了 向您的老师问好 祝他早日康复 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 想着这个街头英雄 都应该觉得特别崇敬他 有一个特点 我好像觉得这个人 他色很小 如果按照这个感觉的话 不知道他这事 是什么样的一个事 好像很低调 很含蓄是不是 对 老师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这是随机放的 对 就跟那个势力表上一样 他那个大喜 自母 他不由自己决定 对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随机 但恰好又这么低调的英雄 好不好 来有请街头英雄 加油 霍宇 欢迎 幸福就像是一朵花 开在心里洋溢在脸上 幸福就像是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彼此诠释着山盟海誓 可当我主持了一场又一场的婚礼 见证了一对又一对的新人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才明白原来幸福就是平平淡淡 简简单单的生活 在生活中找寻爱的真谛 每一份爱都有它开始的地方 或许是人群中的擦肩而过 晚风中的回眸一笑 又或许是一杯清茶 一杯咖啡 一个暖暖的拥抱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 都是源于我们心中最初的梦想 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都会有一个最甜蜜的梦想 或许是希望自己的家人 幸福安康 或许是因为朋友的友谊 第九天长 然而今天站在舞台之下的他们 最初的梦想 是什么 下面 让我们用第一次祝福的掌声 有请新郎 新娘 幸福 入场 从这一刻开始 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将要续写他新的篇章 如果说昨天 是亲亲无我的恋人 那么从现在开始 他们将是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 朋友们 再次将您的掌声 送给他们 祝愿他们能够真爱一生 真爱永恒 谢谢老师 红雨的这段开场白 其实我挺喜欢的 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 因为可能这段音乐太美了 你慢慢被这段音乐所陶醉 你的所有的情绪 开始跟着音乐走 然后你的语速也开始放缓 其实有一些地方 是不该那么缓着说的 不合适 不能说不该 不合适那样去说 你不能让音乐拖着你走 音乐只是在下面 去烘托你的气氛 烘托你的情绪 但你的语言的感觉 不能随着音乐 就是他慢你也慢 不合适 好吗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有带来才艺吗 准备了一首清唱歌曲 好 来展示一下 这首歌要给一个人 歌声代替语言 深情只曾不见 这一刻吻他的脸 这一刻吻他的脸 哦 地转天旋 爱的感觉 比樱桃更天 双眼放松闪脸 能超越极限 让人忘了季节 爱成了境界 为他付出所有爱恋 要你永远是我的小鬼 我爱你每一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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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可爱了 你给自己的标签是街头英雄 你应该叫小可爱啊 怎么叫街头英雄呢 他为什么不叫小眼睛呢 其实有一首歌叫小酒窝 他是讲酒窝不大 他叫爱笑的眼睛 但是他那个小眼睛 其实他反而给他加分 对 对 因为做主持人的 尤其是婚礼主持人啊 像你这样笑咪咪的小眼睛啊 其实大家看了都蛮喜欢的 有句话叫向游新生 你长着一张笑脸 这么喜欢笑的一个人啊 给自己贴的标签叫街头英雄 你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呀 就是一件很不经意的一件小事 也就是在我们2019年的7月份 当时刚谈完一个单子 准备回家的时候 我在路边发现了一起车祸 然后一个女孩子被压在了车下 就在她非常危险的时候 然后我和我的伙伴们去跑上来 把车给抬了起来 把人给救了出来 也就是在今年救了一个人 我就觉得看她眼熟 这段事迹应该是在 学习强国的APP上 有备有备放出来 有备有备放出来 太厉害了 十四位英雄 同时去救她的 你是哪一位 刚刚画面里的哪一位 我是穿着白衣服的 第八位 第八位冲上去的 你当时是在什么地方 我当时是在红绿灯路口 正路口 因为我车刚才准备过去 马上到红灯了 然后我就突然看到了 你开车的是吗 对 你从你的车上跑下来的 对 跑下来的 当时你知道 你是目睹了那个过程 还是说你不知道 你只是看到别人跑过去了 你就冲过去 就是刚好的那一幕 然后女孩被撞了 我刚好车到那个地方 你就算目睹了 目睹了整个过程吧 确实很害怕 因为我这个人 看不了血 我晕血 后来那个女生怎么样了 女生没有什么大碍了 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最打动我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接一个 一招手 大家全都上了 当时你就没犹豫一下吗 其实当时真有考虑 考虑的把车 要不要停到一个 不碍事的地方 因为在路中央 但是转间一想 事情太紧急了 也没有考虑太多 拉了手刹就下车了 我觉得我们社会 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我们婚庆行业 就需要像你这样 优秀的 婚礼人 再加一句 优秀的 正能量的婚礼人 对 爱的使者 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爱笑的人 运气都不会太差 对不对 他一看就觉得是那种 就是 就是面相 就是让大家就觉得 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真的 你就讨喜嘛 好不好 也希望你继续 在生活当中 把正能量传递给大家 把所有美好 所有爱 所有愿意分享的一切 带给身边的新人 带给更多的朋友 要记住 你的身份是 婚礼主持人 好的老师 好 红宇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你的成绩 好棒 婚礼人的骄傲 我觉得这张牌子 得从胡老师手上 传递给您 好不好 继续发扬正能量 我也非常荣幸 来跟你握个手 向你学习 向你学习 向好人学习 谢谢 谢谢 恭喜荆棘 我是羡慕他 他长肉困难 我怎么就这么容易呢 凭什么 他让评委们纷纷表示羡慕 一翔千玺来了吗 你多少岁 19岁 但你跟杨千玺 应该你们是同龄人 是同龄人 又是什么 让评委惊呼 千玺来了 广告之后 为您一一到来 加油喜事 就喝金事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 金事元酒夜 冠名播出的 原来有爱 婚礼金话筒 第二届江苏省 婚礼主持人大赛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看 由金事元酒夜 冠名播出的 第二届江苏省 婚礼主持人大赛 婚礼金话筒 两位老师 继续来选 我们的标签吧 朱老师 我觉得这个屏幕上 你觉不觉得 感觉肉子特别 对对对 对 而且宽宽大大的 对 长肉困难或 这长肉还有困难或 长肉 长肉太容易了 对啊 我们都担心长肉 我是羡慕他 我长肉困难 我怎么就这么容易呢 对啊 对啊 我们都很羡慕的这位啊 长肉困难或 他究竟有多困难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老东门现场的各位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的婚礼主持人 阿诚 但是今天站在这一方 熟悉的婚礼舞台上 我觉得此刻 我的内心特别地紧张 我在想到底是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 我和我们今天的新郎 是同行的原因 也可能是因为 还有我们台下 做着许许多多的 婚礼同行 来吧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 能否响起一点点的掌声 作为一次小小的支持呢 其实今天早上我是第一次和我们新郎一起去迎亲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结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但是我发现结婚好像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因为从早上要很早的起床 然后忙前忙后招呼客人 要去处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在刚刚上台之前 我有问建峰 我说今天很辛苦对吗 建峰告诉我说 他觉得此时此刻 自己的两条腿好像都不属于他自己了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告诉他 正是因为辛苦 所以呀 一辈子只能有一次 然而今天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婚礼场景 我相信在萌萌的脑海当中 也是幻想了无数次 来吧各位 也让我们响起掌声 有请我们今天 美丽的新娘 萌萌 有请 有才艺吗 有的 好 展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私奔走去歐 愛你每個結甲傷口 量成了陳年烈酒 如何香酸可口 怎麼淚水還偶爾失手 要你細看心中缺口 裂縫中六寸溫柔 此時已因為操場愛的人 乘在路上 我只踏風雨間征途 近日目不上 穿越人海 只為與你相擁 此刻已浩月蕩 空愛的人手碰星光 我只踏成風波浪 去了黑暗一趟 感動身受 給你救贖熱望 好 謝謝 已經很好聽了 其實我覺得阿成剛才 前面的這段開場的講述 我覺得挺好的 而且他不時的在 就是看心郎 真的是像他這個朋友一樣 在給他主持 對吧 是同行 對 對 是同行的主持 而且同行主持更覺得 哎呀 不能掉鏈子 人家都是專業的 對吧 那些很緊張的方式 對 所以說我覺得你前面的 這段這個講述 雖然你很緊緊張啊 但是我覺得你還是算是說 是講述出來的 不是背詞背出來的 我覺得這點比較可取 謝謝 但是對你有個 更高的要求就是 開場白你還是得分層次 對 對吧 有的是你自己 對於他們兩個人的 這種評判 對他們兩個人情感 或者他們倆相遇 諸如此類 你的這個評價 還有一個就是 他作為他們新郎新娘 他們這個主體的 一些表達 因為你是代言的嘛 他們不可能這個時候 自己上來說一些 對吧 都有你代言出來的 那麼你的語言和他們的 你就要分開來 這個是要在 要做功課的 上台之前要區分好的 好 謝謝老師 期待一下你的結果 好嗎 好 謝謝老師 來 看一下你的成績 加油 恭喜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盛卡通過 胡老师 来一个吧 我很奇怪 我说这个 千玺来了 我也看到这个了 为什么 异祥千玺来了吗 实话告诉您 这肯定 但是这个千玺的话 他想表达什么呢 看一下吧 千玺来了 男生还是女生 那这样他应该是男的吧 男的 男生还是女生 我觉得是女的 女的 我觉得应该是 跟异扬千玺多少 有点关系 男的吧 好不好 来看一看千玺来了 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加油 加油 二位 婚礼仪式到此里成了 但是我们的生活 才刚刚开始 不管未来 是适合远方 还是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我相信 你们都可以和对方一起 优雅的老趣 一起在红尘中作伴 去共享 人世间繁华 时光静好 与君与 细水长流 与青铜 你们的生活当中 都有着彼此 带到繁华落尽 何惧岁月 乱你芳华 美老师好 你多少岁 十九岁 那你跟异扬千玺 应该你们是同龄人 是同龄人 所以你这个千玺 真的是取了异扬千玺 对 刚刚你是 不要这个模特儿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要她 因为她个子太高了 但是你知道 我一直跟新郎新娘 说什么吗 我说 我特别喜欢 新郎 找我做私仪 大家知道 为什么你一定要 找我做私仪吗 因为找我做私仪的话 会显得新郎 个子高 会显得新郎 特别瘦 会显得新郎 特别帅 而我呢 只需要把你的气氛 弄好就行了 但是新郎新娘 考虑到她自己的形象 各方面都很好 赚了赚了赚了 稍微多花点钱 现在也是她愿意 愿意愿意 值了 那你听了我这个话 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 我也可以 衬托一下新郎 你这样说 在婚礼现场 决定这件事的人 永远是新娘 新娘一定会选择你 对不对 我们问一下新娘 是不是会选择这样 形象好 长得帅的男生 来见证自己的婚礼 一定会选择 周老师 在婚礼现场 她刚才的这一段 表述您觉得 从专业的角度上来 守望你刚才这段 好像是像结束语的感觉 是吗 对 是在婚礼退场 这个是 别人都是开场白 你是结束语 但是刚才 作为我一个旁观者 我不是作为评委 一个旁观者 如果今天我参加这个婚宴的话 我刚才你有一句话 我听得就是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就是好 今天你们俩这个就是 到此一个里程了 就是姥姥觉得到此结束 就是我觉得可能新人 如果说没有听清楚 你说的要表达的意思的话 我觉得会不开心 对吧 你想是说这个婚姻刚刚开始吗 对吧 走到第一步 我觉得要比你说 已经到了一个里程 感觉节点还是什么 就会有这种误解 这是第一 第二 你才十九岁 你为什么要故作老程呢 我在第一季的时候 老师也是这样说我的 但是因为我参加这个节目 前几次都是选用了一些 比较舒缓的一些 开场白啊 宣誓之类的 我想换一下风格 我觉得这个不是风格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你十九岁应该该有你自己这个年龄段的风格 包括其实守望你的声音条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你的声音会有你自己的特点 但是如果说你今后就是我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 就是如果说你老是这样发生的话 对你自己的嗓子会有一些伤害的 因为你老是压着你的喉咙在说话 我觉得发生方法这个是你今后要注意的一点 好 来日方长嘛 对不对 好在你有颜值啊 对不对 而且年轻啊 这就是你的优势 不要十九岁的小帅哥说了一个四十九岁人说出来的话 那不是你的话 我觉得再琢磨琢磨 好不好 包括今天的服装的选择 你选一双红皮截 不合适 对不对 我是表达一下我的观点 好不好 你不要怪我啊 因为我想讲一下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刚才真的是把那大个儿 我们的新郎请到你身边来了 不瞒你说 我会对你竖一个大拇指 其实有的时候啊 真的不在于身高 而在于你的自信心有多高 尤其是在舞台上 给年轻一点机会 那个我相信你应该还有其他的要展示吧 有没有才艺 一首歌 当下要唱的这首歌叫什么 离不开你 哇 离不开你 散开怀抱融化了我 你青年之间揉碎了我 你古冬风雨 卷走了我 你掀起波澜 抛弃了我 我俩太不公平 爱和恨全由你操纵 可今天我已离不开你 不管你爱不爱我 谢谢 原来你说你刚才的歌 是在我的点评之后唱出来的 没有受我前面点评的影响 让我对你 要受一个大拨制 谢谢老师 因为前面呢 我觉得你没挑大个儿 所以我实话实说了 但是呢 说出来以后 我后来就有点后悔 我说对于一个选手来说 我是不是太直接了 但是没想到你呢 这个点让我很觉得不错 所以我决定 我想待会儿亮灯的时候 看我的最终意见吧 谢谢老师 我们来期待一下 诸首旺的成绩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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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19岁的少年 加油 加油 喜事就喝金事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 金事元酒业冠名播出的 原来有爱婚礼金话筒 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加油 喜事就喝金事元 更多精采 请继续关注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婚礼金话筒